新中国的几位开国上将 个个都具有着传奇色彩 许世友就是其中一位 他骁勇善战 性情刚烈 毛主席曾这样高度评价他 打红了焦东半边天 他浑身上下 充满着英勇无畏的大刀精神 被誉称为铁血汉将 同时众所周知 这位许将军性格刚烈 个性彪悍 二十多岁时参加革命 在1955年被封为上将军 可谓是战功赫赫 一锦还乡时 却做了一件轰动一方的事 许将军拔枪 打算避掉自己的亲叔叔 及的母亲亲自下跪阻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 不仅可以回顾往期文章 还不会错过精彩内容 许世友原名许世友 1905年2月28日 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许家娃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贫苦的家庭 使得少时的许世友比同龄人更多一些成熟 他从小就十分的孝顺 八岁时随全师入了松山少林寺 在这里精心苦练了八年的少林功夫 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尤其精通刀法 1921年 他告别师父 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中 打算在家 事后母亲平平淡淡的日子 隔天不随人远 16岁的许世友刚回到家 就冲撞了地主的儿子 少年一起许世友看到地主家的儿子仗势欺人 立马上前理论 几言不合 地主儿子就一拳将许世友的鼻子打出血 两人二话不说就扭打在一起了 可是地主家的儿子又怎能和许世友相比 八年的少林生活 早已把他磨练成一个武艺高强 钢筋铁骨般的硬汉了 几拳下来 谁承想竟把地主的儿子打死了 那地主怎么会轻易善罢甘休 勾结当地官兵 一帮人气势汹汹的捉拿许世友 被迫只能匆匆和母亲告别 远走他乡 自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 1927年 许世友参加红军 他的一身武艺 使得他的军旅生活如鱼得水 同时造就了他彪悍的性格特征 他参加过多次战役 每一次都出生入死 身先士族 一身适胆 是当时众人对他最多的评价 不得不说 这八年的少林生活 对许世友影响颇深 这使得他在之后的戎马生涯 与生活中 始终保持着异常刚勇的作风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后 仅仅一年的时间 许世友就历任班长 排长 营长 及红四方面军 第四军 第十二师 三十四团团长 1932年 更是亲自率部下 随红四方面军 转战陕北 投入到创建 穿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此时的许世友 在革命的道路上 走得义无反顾 他随时做好 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此后 许世友在许向前的领导下 加入到厄狱万苏区的创建中 和穿陕苏区的历代反围剿斗争 以及后来的长征 长征时期 毛主席更是对许世友赞赏有加 为他改名为许世友 并高度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 许世友的一生 可谓是相当的精心胆战 他曾七次参加赶紫队 五次担任大刀赶紫队队长 长达六十年的勇马生涯 九死一生 指挥过一系列著名的战役 并立向赫赫战功 解放战争时期 许世友在陈毅素裕的领导下 参加了来吴战役 孟良顾战役 郊东保卫战等诸多重大战役 在孟良顾战役中 许世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财谋 揭秘了国民党范定五大主力的王牌军队 其四师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 许世友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 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 立下了汉马功劳 更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建立了不朽的勋章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新中国慢慢安定了下来 许世友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 整顿完军中事务 许世友对家乡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浓 他多次向中央军委请假 终于得到了批准 1953年 那时的许世友还没有上将的军衔 但已经是山东省军区的辞令员了 少小立下老大回 从16岁立下到47岁一锦还乡 许世友过别家乡三十年之久 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最想念的就是他的母亲 许世友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 他的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别山农村劳动妇女 父亲的早年仪式 使得家庭的重大都落在了母亲的肩头 家中子女四人都是母亲抚养长大的 从小受母亲的感染 许世友自小就勤俭 自立 有主见 在山东工作期间 他特意从大别山区 将母亲接到身边想想福 可母亲过了大半辈子的苦日子 不适应舒适的工作 执意回到家乡 这次返乡 许世友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动身之前 特意嘱咐工作人员 多带两名厨子 他打算回到家乡 用自己的积蓄杀鸡宰 宴请十八里乡的乡亲们 这倒不是说许世友炫耀自己位高权重 当年在家乡闹革命 少不了乡亲们的帮助 也有不少乡亲在革命中牺牲 悼念那些死去的战士 慰问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乡亲 是每个革命战士应该做的 革命的胜利是用鲜血换回来的 我们不能忘记为之牺牲和做出贡献的千千万万的人 许世友将军回家探亲的消息不禁而走 许家娃的乡亲们早就聚在了村口 想要看看这位从大别山走出去的将军的风采 而老母亲此时也正在家门口焦急地等着儿子的归来 一别几十年之久 母子一见面就瞬间泪流满面 许将军为国家荣马一生 为母亲尽孝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 看着母亲已经泛白的头发 许世友心中一阵感伤 见过母亲之后 许世友在自己院子摆下了几口大锅 杀鸡宰羊 为劳四方而来的乡亲们 前来吃喜的乡亲们 更是在许家大院的门口排起了长龙 许世友和前来的乡亲们一一握手 并和他们喝酒聊天 一片和和暮暮暮的景象 却有一个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大家都是喜气洋洋的表情 他却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他就是许世友的亲叔叔许存礼 许世友看到这个嬉皮笑脸的亲叔叔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愤怒地说道 你就是那个残害红军战士的许存礼吧 这一声喝道 顿时把许存礼吓得双腿一软 瘫倒在地 也把众人惊了一下 这太突然了 刚刚还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瞬间沉重到无法呼吸 许存礼自然晓得许世友 那极恶如仇的性子 赶忙开始攀关系 我都是被逼的 看在我是你亲叔叔的份上 你就饶了我吧 这不说还好 一说许世友顿时火冒三丈 原来许存礼在战乱时期 干过一堆伤天害理的事情 许存礼原来是许家娃的保长 跟大多数仗势欺人的村保长一样 许存礼也不是什么好人 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存礼在村里无恶不作 祸害一方 1927年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 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 大肆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很快被打倒的地方土豪汉匪 又开始成事而起 许存礼也没有知错就改 又开始扰乱四邻 仗势欺人 当时许世友投身革命运动 反弄派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多次去抄他的家 许世友的母亲被迫带着女儿过上了东奔西走的日子 而身为亲叔叔的许存礼不但不帮忙还落井下石 有一天母女几人跟着众位乡亲一起在大山深处避难 许存礼满脸堆笑的出现 想要将他们哄骗回去卖给人贩子 最后幸得贵人相助才免遭遇难 现在许存礼竟好意思拿亲叔叔的名头来求情 也真是好意思开口 许世友越想越气 也不顾众乡亲在场 上去揪着许存礼的领子大声喝道 血债要用血来还 国家三反五反怎么漏掉了你的人头 说完就拔出手枪要枪毙了许存礼 围观的群众都被镇住了 没人敢说话也没人敢求情 这时许世友的母亲在屋中听到了吼声 赶忙跑了出来 对许世友大喊 三鸭子他是你叔叔 你可不能胡来 想到众多牺牲的红军战士 再看看许存礼这敢做不敢当的模样 许世友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 并没有打算止住的意思 墙已经顶上了许存礼的脑袋 许存礼哪见过这种场面 当即吓昏了过去 知子莫若母母亲深知许世友的脾气 无奈之下母亲冲了过去 扑通一声跪在了许世友的面前 许世友看到母亲这样 瞬间找回了理智 也赶紧跪了下来 把母亲扶起来 看着母亲下跪 给这亲叔叔求情 迫于无奈 为了不让母亲难过 许世友收起了愤怒的表情 只能说了一句 你过去犯下的罪 必须接受人民的制裁 许世友一边安抚着母亲 一边招待着四方的乡亲 待到众人散去后 母亲对许世友讲 你叔家还有妻儿老小 他要是死了 家里人可怎么办呢 许世友知道自己白天太过鲁莽 但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许村里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政府也不会放过他 母亲自然知晓这个理 也没再多说 最后第二天 县里相关部门的人员来到村中 将许村里捉拿归案了 临走前 许世友对县里领导说 这件案子 你们该怎么查 就怎么查 该怎么判 就怎么判 不要碍于我的面子 不敢查案 我们要给死去的革命劣势一个公道 给人民一个交代 最后 许村里被判处 无期徒刑 1957年秋 死在了监狱中 接受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 许世友将军就是这样的 刚正不额 大公无私 在许村里被关进监狱后 许世友一直惦记着母亲的一句话 你输家还有妻儿老小 他要是死了 家里人可怎么办呢 母亲总是顾虑更多 方方面面的都想得周到 许世友为了让母亲安心 每月都给许村里的家人寄去一笔费用 冤有头 债有主 许村里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的亲人 活着尽忠 死后尽孝 是许世友将军一生信奉的人生隔眼 1959年 许世友的母亲去世 而此时 中族关系出现紧张 军内事物繁忙 内忧外患 许世友无法抽身回家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许世友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 眼中饱含泪水 许世友将军为国家戎马一生 常常因为军务繁忙 不能在母亲身旁尽孝 致使母亲去世时 也无法为母亲送终 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此后多年 在母亲的遗像面前 许世友总是跪下 久久不愿起身 生前未尽地笑 他希望死后可以弥补 1985年 刚刚过了元旦 许世友交代秘书 对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上说 自己来日不多 对组织别无要求 只希望党中央在他死后 实行官葬 他表示 我死后和母亲葬在一起 我从小就离家 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道 死后要和他老人家作伴 许世友的孝心众所周知 最后对于许世友归乡 屠葬一事 邓小平批示 照此办理 下不为例 1985年 11月22日 16时57分 许世友将军 因病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逝世 享年80岁 10月26日上午 中够委副主任 王震受邓小平的委托 来到南京军区 他在这里 郑重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 许世友在60年的戎马生涯中 战功赫赫 白死一生 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 特殊经历 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 邓小平同志签的特殊通行证 这是特殊的特殊 这一连七个特殊 足以张显许世友将军 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之大 这是中国历史上 独一无二的土葬特批 完成了许世友将军 最后的心愿 他活得真实 活得坦荡 荣马一生 不改初心 百善 孝为先 最后许世友将军 为自己的一生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历史的长河 沉淀了无数的文化瑰宝 让我们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传承革命精神 如今的我们 不用少小离家老大回 更应珍惜当下 家是千万国 国是千万家 一同为祖国的建设 出以奋力 欢迎各位朋友 多多在留言区 发表自己的见解 觉得冷歌 说的有道理的话 可以点下关注 既能回顾 往期作品 还不会错过精彩内容